大家好,我是Den 目前在东京奥运拿下两个金盘 并以妈妈母的粉丝 受到很多人气的射箭选手安餐 这几天突然在韩国引起了男女对立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很多海外新闻以及部分媒体 都在使用安餐选手式短法 所以在韩国引起了争议 但是这个不是事实 只是记者们用来炒新闻的 真正的原因是 也是非常丢脸的原因 在那之前我重新给大家整理一下 在韩国南朝网站指的是 该网站的使用者大部分都是男性 而女抄网站是指 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女性的网站 本来男抄也好女抄也好 是没有什么负面的形象 但是因为说到几个极端男女抄网站的影响 在韩国男抄女抄就开始有了负面影响 像之前Kimichir提购的女性时代 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女抄网站 而这次引发安餐选手争议的Pamco 就是非常糟糕的男抄网站 这个网站的网友们找出了 安餐选手之前在IG上使用的三个 念男用语 就是之前TWICE齐哟PREVORCYUNA使用过的词语 然后就用这个来攻击安餐选手 说她是Feminist 部分网友们甚至还打电话给韩国射箭协会 要求让她返还金牌 你别开玩笑 对 真的是神经病 曾经有个男男抄也使用了他们认为的艳难用语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网站的反应是 好 我们放弃吧 克克 他们有点难度 不能动他们 这个就算了 我们投吧 打书仗是不贤惠的事情 大部分的反应都是绝对不要动这个男团 对 他们就是跟一般的黑粉酸民一样 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理念而生气 只是想借个理由攻击对方 从中获取优约感而已 就是因为这副德性 所以就连其他男团网站也是看不起这个网站的理由 而他们在创造出岸山选手争议之后 分享到了各个男团网站 但是马上就被镇压了 结果就被几个记者们把PAMCO创造出来的争议写成新闻 一穿石 十穿白 影响了很多容易被煽动的网友们后 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网友们的反应 岸山拿下了金牌 为国争光 感谢他都来不及 不要在这里丢我们男人的脸了 我周围的正常男生们也是嘲笑他们 可可 真的是那样 我男朋友也是先高兴的给我联络 说岸山选手进入八强了 现在连外国媒体也报道了这个争议 身为韩国男生真的感到很丢脸 为什么PAMCO战伙们能代表着韩国男生呢 不上论坛的男生们 有很多女性朋友的男生们 跟外界有交流的人们 对于这件事情不是不知道 就是瞧不起引起这次争议的PAMCO会员们 把他们当成傻 因为房间里的脑残们 又要听韩国男人本来就这样的话了 烦人 其实不管是看什么国家 都会有让自己国家丢脸的无脑酸民们媒体们 也一定会有以偏盖圈的部分网友们 在负面消息底下留言 这个国家本来就这样 这个国家的人本来就是那样 但是很神奇的是 当这些人看到好消息的时候 打死也不会说 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这么好 这个国家的人本来就这么善良 我们是改变不了他们 但是最起码我们要论识就是 不要变成以偏盖圈的人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韩三选手继续加油 下一个消息是 7月29号 女团Tiara为了庆祝出道12周年 成员QD 恩将QM 吉恩四个人 打开了直播 并公开了时隔4年的回归计划 吉恩表示 因为没有公司 我们自己在准备 所以非常忙碌 以后会常常见面的 QM也表示 会在出血之前回归 今天的VLive就要结束了 但是Tiara的活动 今天算是正式开始了 恩将则表示 以12周年为起点 要开始的Tiara活动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Thank you最后表示 Tiara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多多支持 最后一位说的蛮有道理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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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 przeál pumps 'Cause I like you I like you 瞳眼睛 Nite and Renate Nite and Renate An 흙 those nights 端 AOT GYUS W pię W Democratic �